第31题请判断下列叙述何者错误 A维持固定距离的甲乙带电体 若甲电量大于乙电量 则甲乙所受静电力皆相同 我们计算静电力的时候是利用库轮定律 是要用我们的电量成绩处理我们的距离的平方 我们两个的计算都是甲电量乙电量 所以电量成绩相同 距离当然也平方也是相同 所以他们两个所受的静电力大小就会相同 我们也可以用牛顿第三运动定律 作用力等于反正运来思考 得到结果也是甲乙所受彼此的静电力大小都会一样 所以选项A是对的 选项B 一分钟内流经导线某节面的电量为0.6固轮 持导线流经的电流为0.01安培 所谓的1安培就是 一秒钟通过一固轮叫做1安培 现在呢1分钟我们就是60秒 通过了0.6固轮 所以算出来呢就是0.01安培 所以呢选项B呢也是对的 选项C 钙离子是钙原子失去两个电子所形成 所以一个钙离子所带的电量为正二固轮 我们每个电子的带电量为一个电子电量 我们失去了两个电子 所以带电量为是两个电子电量 而不是两固轮选项C是错的 选项株并连三个各为1.5伏特的干电池 总电压为1.5伏特 我们晓得并连的时候 总电压跟分电压相同 所以三个1.5伏特并连总电压还是1.5伏特 所以选项株是对的 因此我们的第31题问说 请判断下列叙述何者错误 我们答案选的是C 钙离子是钙原子失去两个电子所形成 所以一个钙离子所带的电量为正二固轮 是钙原子失去两个电子 请另外和邀请